歡迎收看我的頻道給通情族的標股報告書 今天是11月1號 禮拜三 以下就是今天的影片 那今天影片主要還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今天大盤的整個情況 因為在今天晚上有個非常重要重要重要的大事 就是FOMC會議 那在這一次的會議上基本上市場上面定調 應該就是不會再升息 這一次不會再升息 原因是在於說像最近我們可以看到 像公債殖利率它在一個非常高的位置 那也就是說剛剛公債殖利率非常高的情況之下 市場定調的情況就是說 這個像是已經有出現升息的情況 因為大家想說奇怪公債殖利率這麼高 到底是對市場有什麼影響 首先第一個就是在評價面的影響 那再來第二個就是在所謂的資金面會緊縮的影響 那所以說其實像現在的情況 實說實在話聯準會他們想不想升息 其實也沒有這麼想 就如果說通膨真的有下來的話 他們真的並不是這麼想要升息 因為你要想像我們在禮拜一的影片 我跟大家提到現在美國的 信用卡的違約率是比2008年還要再更高 這個是很可怕一件事情你知道嗎 就信用卡違約率這麼高代表什麼 沒錢了嗎 沒有錢就所以說 你還是維持著這麼一個高利率的情況之下的話 市場那邊怎麼想 你早晚經濟可能有可能會就下去 所以說你如果降息的時間點拖太久的話 就變成說 整個市場的資金就一直被緊縮 那我們想嘛一直維持高利率 那銀行願意去放款嘛 也不願意 銀行也不會願意去放款 那所以說像類似這種狀況出現的話 就表示說整個市場的資金 都是處在一個很緊縮的情況 第一個企業你要借錢來投資 那你像利息這麼高 你可能不想去借 那再來就是說 如果你利息這麼高 你負擔的成本也會增加 所以說現在市場就處在一個比較緊縮的情況 所以說像類似這一種 這也是為什麼最近可能股市會 應該說這幾個月股市會這麼的 低迷的情況 就是市場才有注意到這件事情 那再來就是說其實以現在的狀況來講 就是說雖然說我們從目前的經濟狀況來 就美國的經濟還是非常強 那主要是在於 中國大陸跟台灣這邊的情況 就比較沒有像美國這麼強 那所以說其實在最近的行情 就比較偏向是一個 有點那種要上不上要下不下 就在那邊震啊震啊震那種感覺 所以說像這種狀況就回到 像之前跟大家講過 還是會比較去 在維持著不要太大量的資金來操作 那我們來看到大盤的部分 像今天大盤是一個 反彈的情況 其實最近大盤在那邊超級有趣 你知道為什麼嗎 就這個盤好像是 刻意設定好 你看喔 他都是這樣 一根黑K棒 然後 兩根紅棒 然後再一根黑K棒 一根黑K棒 然後 兩根紅棒 所以你就覺得最近這個盤真的是很有趣 那像是 昨天 又出現了這一根黑K棒 然後今天又是一個紅棒 那至於說明天會不會再出現紅棒呢 憑良心講 不知道 也不會預測這個東西 不過其實這個盤就是說 我覺得這個就有點平常是那種印象的感覺 就是你看喔 之前每次說 一根黑K棒之後就出現兩根紅棒 一根黑K棒之後出現兩根紅棒 那這一次會一樣的 其實 憑良心講我覺得是 盡量不要啦 因為如果又是 假設啦 假設 如果指數還在這邊去上下震的話 其實真的會很麻煩 就 雖然講個不好聽了 就我自己是覺得 我自己是希望啦 每月早799 訂閱阿信的PressPlay線上課程 每天推回一篇 技術面或是產業的教學文章 另外還有阿信自己 獨門的篩選強勢籌碼程式 YT頻道每週一到的事 都分享股市的盤後整理與解析 週五會有阿信覺得 題材不錯的個股 或是產業的解析影片 所有影片中 只要阿信有提到報告 都歡迎學生和PP訂閱戶 找助理索取 一般觀眾加入LIOT 附上影片按讚 並且訂閱的截圖 也可以拿到報告喔 就是說這個指數能夠在 帶來一根很大根的那種 恐慌性殺牌 我覺得那個會比較漂亮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在這邊 說真的你看到今天 你看到今天很多股票 就是現在整個盤面的股票 都是比較偏向是一個 沒有個主流族群 沒有個主流族群 那像這種沒有主流族群的情況之下 你不覺得操作很難操作嗎 我自己覺得是蠻難操作的 就是說 沒有個主流族群 第一個 你個股可能漲一天又跌下來 那再來就是說 你可能也比較 不容易去選到會漲的股票 就變成說這段時間的操作 就是你就一直 你就一直只能縮部位 縮部位 縮部位 然後去降低你的操作頻率 那與其這樣 那倒不如直接殺一根下來 讓整個市場上面 重新洗牌 讓那種之前 不願意停損的 然後把 手上部位 砍出來 那這樣搞不好市場上 還比較健康一點 那所以說其實我覺得像這個盤來講的話 就是 會比較 不好做一點啦 那如果說等到 開始出現可能 跌下來之後 就如果你發現如果假設真的跌下來之後 開始有一個 爆量的情況出現的話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了 因為開始爆量的話就表示說 市場上面已經開始有一些 受不了的人 開始把 股票給砍出來 這個是我覺得說以現在來看 是一個比較好一點的狀況 那當然如果說老師 如果說像今天假設晚上 FOMC會議 講得很漂亮呢 那我們明天要看什麼 我們明天就要看說 指數 他能不能夠過 今天的高點 就如果說假設明天指數能夠過今天的高點的話 那我們去思考說在接下來 這一條五日均線 他可能就會開始上揚 就回到我們講的 止跌的四個階段 第一個 你不能夠 再創新低 不再創低 第二個 站上 五日均線 那如果這兩個都出現的話 那接下來就等到什麼 五日均線可以往上穿過 十日均線 這樣行情就可以從 之前的下跌 然後來變成盤整 那所以其實以現在的情況來講 像這種 今天雖然沒有在創新低 但一天其實 不準 重點是什麼 你隔天 你不能夠怎麼樣 又再創新低 那這樣這個盤就永遠都還沒有止跌 所以我們大概就看個兩三天 然後看 都沒有在創新低之後 然後指數他能夠站上 五日均線 這樣才是一個 比較 好的狀況 所以大盤目前來講的話 如果當大盤還沒有出現一個明顯的 好轉的話 那操作上 還是必須跟大家講 雖然大家不愛停 就只能保守 就真的只能保守 不然你要怎麼辦 難道你要在過去這一段下跌 扛起納 帶著鋼盔向前衝嗎 不太可能吧對不對 有時候我覺得大家要知道說盤好或盤不好的情況 就是我們要去 我們要去想 就是說盤好的時候你可以盡量去衝沒有問題 但盤不好的時候你知道嗎 你就會守 又會守 像 你這時候去守 如果說假設你發現盤真的好轉 我跟你講 那這時候你應該衝 尤其是你看 像現在融資維持率已經來到150 今天可能高一點 152附近融資維持到一個偏離值到一個極端值 像這種情況就是如果再殺下去 那融資維持率破了極端值 那之後就很有機會 會開始反彈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時間點是雖然說我們還是會比較保守來看 但是 不會特別悲觀 就這個時間點不會特別悲觀 因為為什麼 因為融資維持率其實已經不高了 那反而應該是要來看說 假設之後 融資維持率真的往下灌了 殺到了偏離值之下的話 那這時候應該就要好好來找一下 抄底的時間點 所以說現在我覺得說 就還是比較偏向是一個靜觀欺騙的情況 除非說指數開始有站在五日線 那麼開始變得比較積極一點 那如果繼續往下殺呢 那就趕快做功課 去找一下哪些股票 能夠是 可以抄底的 那再來提到這個盤的氣氛觀察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族群 就是 廣達 偽創 這一些AI股 因為其實像昨天有個同學 他講的很有趣說 這一波的下跌 就是AI股 去 把它帶下來的 沒錯 有句話是什麼 解鈴還虛 細鈴人 就你這一波的下跌 其實就是有AI股票 整個帶下來嘛 像從8月的時候 就AI股票一跌 然後整個盤面的氣氛就開始 轉換 那所以說像我們在看 看這整個市場風氣的時候 重點就會在於說 AI股票 他到底 能不能夠止跌 這個東西其實很重要 就我們在判斷一個市場的氣氛的時候 就我們要去看說那個 帶動氣氛是誰 我們說帶動氣氛並不是說 他會特別的強 或特別的爛 不是 而是說 在這一波的下跌 他就是從AI股票 開始往下殺 也就是說如果AI股票一直還是這樣子 鳥在那邊 那行情就真的不會好轉 所以一定要等到什麼 就是AI股票他能夠止跌了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他能夠 五日線站上 或是五日線穿過十日線 甚至是之後 站上五週均線 那這個行情的氣氛 他就可以去開始去做一些 好轉 所以說其實像我們看到像目前的AI股票 像廣達 覺得目前 有要止跌的跡象嗎 好像 好像還沒有看到 就昨天殺了一根很大根的 然後今天呢 就是一個 亮縮的反彈 所以說像AI股票其實我們目前還不知道說他到底能不能夠確定止跌 那只是以整個市場氣氛來看 會認為說AI股票如果能夠 去止跌的話 那麼對於整個市場氣氛 就會有比較明顯的改善 那在像 今天是11月1號 那我們會觀察 重點 除了在AI股 之外呢 還有像是我們會看一些股票比如像是 月線 均線是排列正確的 原因在於說像 我們看到大盤 先看到大盤 大盤目前的月均線是還 怎麼樣 你看他月線 他的均線排列是一個亂七八糟的情況 而且股價也被壓在五個月的均線下面 所以像這種情況我們要在選股的時候就要選跟大盤不一樣的 大盤均線排列不正確那我們要選個股均線排列正確的 大盤被壓在五個月均線下方的所以我們要選 個股能夠站上五個月均線之上的 所以 在接下來的幾天吧 這個月我們還是會比較維持是這種想法 去看一下個股 他的均線排列正確的 然後個股 他有辦法站上五個月均線的 這一種會是我們接下來的一個 選股方向 就以目前大盤就是還在一個親黃不濟的情況的話 大盤還沒有止跌 可能個股都還是很震盪 等到大盤止跌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先前一些 比較 手穩比較抗跌的股票 他接下來就比較容易出現反彈 OK所以以上就是今天影片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 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們明天見拜拜 拜拜